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贫穷本身更可怕的,是人们会因为贫穷而变得过分小心 是我们连做梦的勇气都会被贫穷吞噬掉 《我的天才女友》当中讲述了利拉和艾莱娜从小到大的成长故事 利拉她美丽、聪明、有着超强的学习天赋 一直都是艾莱娜模仿和追逐的目标 但就是这样一个所有人都认可的天才少女 却因为家里太穷,父母不想让她继续读书 而被早早出学,回到家里的鞋垫、帮工 而艾莱娜呢,却在家人的支持之下 一点点走出小镇,改变了人生 今年年初的时候,刷爆无数人朋友圈的后浪演讲告诉我们 所有的后浪都在平等地享受着当代社会的 网络、信息、资源和前浪们留下的经验 但其实这样的话,只是理想主义者们对真实的幻想 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城市里的孩子可以在无数的兴趣班和课内外活动当中 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 而远在山村的孩子们,却在为没有书读而感到苦恼 就像那句话说的 有人在拼命奔向罗马 有的人就出生在罗马 生活从来没有公平二字 我想起几个月之前 微博上有两个无人机飞手 在村子里遇到了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看到他们的无人机特别开心 就骑着自行车追了好几条天卡 追上之后,非常礼貌地问他 我可以看看你的无人机吗 在得到允许之后,他才叫来了自己的小伙伴 让我仔仔细细地看起来 许多网友们都说 被孩子看到无人机的时候眼泪的那种光所感动了 我们都曾经在心里种下过一颗 叫做梦想的种子 只是后来 因为成长中的无奈跟变故 许多人就弄丢了自己的梦 所以大人变成了过期的小朋友 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 两位无人机飞手 不仅把自己的无人机拿给孩子们看 后来为了履行承诺 他们还专程回到村里一趟 为孩子们讲解无人机的知识 守住了山村少年们 心里小小的梦想 有一句话说 没有人永远年轻 但永远有人年轻 其实不管时代如何变迁 梦想 始终 都是不平等的人生里 每一个人都享有的最平等的权利 在广东清远 有一个叫做彩仪的小女孩 她是传说中 别人家的小孩 她从小聪明 好学 得过很多奖状 她说 我想要看很多很多的书 如果书能像奖状一样 只要努力就可以得到 那该多好 对于彩仪来说 阅读不是难事 难的是 她根本没有办法 拥有更多的书 所以尽管和城里的孩子们一样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热爱和求知欲 却也只能被生长环境的短板困住脚步 其实在我们国家 因为教育资源的不平等 还有很多像彩仪一样的孩子 他们渴望读书 渴望知道更多 但是环境恶劣 资源匮乏 让他们总是面临着 无书可读的窘迫跟无助 有一位叫做吴欣平的小朋友 他今年12岁 在大城市里 很多像他这么大的孩子 可能已经至少学会了一门外语 去了很多地方 但是吴欣平去过最远的地方 就是县城 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他只知道 外面的世界 比他所在的村子和县城都更发达 在他的想象里 那个传说当中很好的城市 一定是一个有图书馆的地方 还有一位 叫做邓静怡的小朋友 他的父母和哥哥都在外地打工 他只能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因为太想知道外面的世界了 他要求爷爷奶奶 给他买故事书看 但在他生活的环境里 能买到的故事书 都是文字版的 所以他只能闭上眼睛 想象树立公主群的样子 小小的他 最大的梦想就是 能看更多的书 能了解外面的世界 能去看看真正的公主群 也许这个世界上 的确有很多不公平的事 也许 也有许多 令人 一想起来 就一难平的遗憾 但梦想 是没有高低贵贱的 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在偏远的山村 还是在撤水马龙的都市 你都有做梦的权利 我们并不否认 丞相之间的差距 但这种差距 绝对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也许 捐一本书 并不能立刻改变谁的命运 但当你手里有火把 只要你愿意 举起你的火把 就会发现 再微小的光 都能为他人照亮 希望我们 永远都是 那个手中有火把 心里有光亮的人 到哪儿